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节奏进阶的训练 然后还是这个老样子 然后我看到有朋友和同学在下面的留言 还有在Facebook主页私信都有说 就是乐谱看不清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这个毕竟是用镜头在录制 然后可能灯光也有一定关系 然后大家还是去准备这本教材 会真的是看起来会比较方便 因为我这个拍摄条件还是有限的 所以就只能是大家稍微见谅一下 好吗 就是如果有书的话呢 那我每次再讲的第几条的话呢 你可以立刻就知道了 不过我们就是还有四节课 对今天是第应该是第九节了嘛 对吧 然后就是今天讲的是五六条 下次是七八条 九十条 十一十二条这样 然后之后有没有机会再继续往下做这个课程 我暂时还不知道 因为我第一期是十二节公益课嘛 然后做完了之后 我可能是要先要忙一下小乐团排练的事情 排练的视频啊 还有自己学生那个胡针虫奏的问题 所以我可能这一期公益课做完之后 什么时候会恢复 我暂时还不知道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五课好了 这一条 第五条 它其实呢 也不是很难 它真的是比较方便的 是不是 它里面就是会比之前呢 多了这样的一个负点 因为负点的话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个基础知识的概念啊 负点音符 它的长度是看跟随它前面所跟的那个音符 那我们前面现在是一个二分音符 对吧 那么这边有一个负点 所以它的实际长度是一个二分音符 加一个四分音符 那么 记得要加连线啊 因为连线的话呢 它才是连贯的 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啊 如果我们是四分音符 唯一拍的单位的话 那么我们就等于 二分音符加负点 你就实际要有三拍嘛 就是一二三 这里是一个两拍 这里是一个一拍 所以在翻译成简朴的时候 它就是真正的占到了 整一个小节的实质 收二拍三拍 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一小节就是收拉 收第二线提示一下是收啊 这个真的是 五线谱多看多看就会习惯的 所以就我已经在这边把这个简谱的翻译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所以其实已经算简单的了 然后到第二小节的话呢 就是收三拍 然后第三小节是拉二分音符嘛 拉二拍加上一个拉四分音符啊 接下来是二线的收 然后收二拍 再是第二间的拉 拉二拍 继续是这个拉 这边没有动过 还是拉 然后再到后面是一个C 第三线上面就是C 那么C这边又是一个二分音符加负点 所以它呢又占到了一个小节 它一共是三拍的 C二三拍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行 第二行乐幅呢 它是 都 哎 不太干净了 哎 好了有了 呃 这边的都是第三间嘛 的勾音都啊 都 然后第二拍 都 二拍 所以它的三拍子是 都 都 二 你记得啊 打三拍子是打一个三角形的 所以我们是 都 都 都 就是 都 都 这个是长音给它发过去的 然后 re呢 正好又是一个二分音符加负点 第四线 所以它是个高音re 二分音符加负点 那么这个地方它就是正好一个三拍 re 二 三 re 都 C 这边正好是 re 都 C 四线是 re 三间是 都 三线是 C 现在记得啊 就是由下向上数的 好 接下来这边 那第四小节 C 都 都是两拍的 然后三线C C 四线re C 然后再次到了 C 三线是C 二线是说 C 好了 那么 这个就是第五条 C 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讲下去 就是第六条 第六条 第六条的话呢 大家也是可以看到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边是二线 SOLA C 依旧是三四拍 三四拍 所以这个拍子别打错 SOLA C DO 二 SOLA C DO 二 三 接下来 RE DO C LA C DO 这个是八分音符了 这个就是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有讲过 这个很基础的 一拍平均的发两个音 RE DO C LA C DO SOLA SO 这个是SOLA SO 站到两拍 第二行 SOLA C LA SO 正好 SOLA 不太干净的这个乐谱 再做一次 鞠个脚背 好了 好 这个第二号 SOLA C LA SO SO RE 因为这边是二分 所以它这边要写成的是两拍 SO RE 然后再是RE SO 这个地方的SO 就是在第二拍就发声音了 而这个地方的第二拍呢 你是个长音 你是不能发声音的 它有区别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小节 RE DO C DO RE DO C是八分音符 DO RE又是平均的八分音符 RE DO C DO RE SO LA C DO 这个地方的LA C是一拍 哎呀又不太清楚了 过来一点 好了 SO LA C DO 最后一个小节就 RE SO 就结束了 点赞 订阅 转发声音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